在这个铁窗内的课堂里 三名犯人和一名狱警在学习习惯法的基础知识 犯人罗斯穆宇奇说 这些课程对他是一次难得的机会 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做法律工作 但因为一些不可避免的原因 比如资金不足我就没有做 所以现在有这个机会 我就想试一试 现在我真的在做了 他已经把课堂上学到的知识付诸实践了 他成功地帮助另一名狱友 就绑架地判决提出上诉 理由是这名犯人当时是被迫认罪的 他出庭的时候 检方没有证据可以起诉他 他们甚至什么都没说 当他开始为自己辩护的时候 法官问检方 你有证据可以起诉他吗 他说没有 法官大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 兰加塔女子监狱关押着约600名犯人 他们的刑罚从几天到终身监禁都有 一些人在候审中 另一些上诉失败 通过这个课程 冠于违法的犯人们对事物有了新的认识 比如简欧曼 她由于袭击她丈夫的情妇被判14年监禁 她说如果她那时候像现在这样懂法 她可能会比她的律师做得更好 以后如果为自己辩护会比当时分配给我的律师做得更好 她没有在法庭上露面 而是派出一名实习的学生律师 我感觉我并没有得到适当的辩护 这个项目是一家名为非洲监狱项目的非盈利组织设立的 学生学成后可以获得伦敦大学习惯法专业的两年学位证书 那么当难以获得好的法律建议时 这些监狱中的专业人员就会介入 他们随时待命提供帮助 我们认为一天下来这种影响是巨大的 比我们花钱聘请一名律师每周来一天要好 只有一小部分犯人可以接受监狱的教育培训 大部分人在这种车间干活 制作手工制品再卖到监狱福利办公室 或者在厨房工作 为其他育友和工作人员做饭 教官说教犯人学习这些技能 可以使他们在出狱后有试作 教育官员杰奎林奥言哥说 学习法律可以帮助人们不再入狱 当人们具备更多知识的时候 冒犯别人的人就少了 因为大部分人冒犯别人是出狱无知 知识水平更高的社会更易于管理 这里的一些犯人说 他们对肯尼亚法庭的幻想破灭了 但是作为学习法律的学生 他们有机会证明 一个人不会因为身在狱中 就没有能力挑战司法系统 美国之音记者乔斯洛内罗币报道 由海伦播报